D.D.TV KP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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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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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是一只蝴蝶 你看穿这么漂亮的衣裳 难道今天的课是跟蝴蝶有关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昆虫呢 我们先把老师介绍出来吧 好 我们欢迎 水州家谱英华小学的张晓燕老师 欢迎你 哈喽 丽婷 好 老师好 哈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燕老师 你也可以叫我张老师哦 张老师 我们今天是这一堂课是跟蝴蝶有关吗 对啊 我们就会跟这一个昆虫有关 昆虫啊 对 什么是昆虫 昆虫呢 就是其实小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昆虫的 因为我们的周围都有很多很多的昆虫 你知道吗 丽婷 昆虫其实是动物界里面最大的一杠 很多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百万种昆虫了 那些是已经命名的 还有很多是还不知道的 有没有 好笑人哦 一百多万种那么的多 那怎么今天我们要认识哪 几种呢 老师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昆虫 昆虫呢 其实是 老师就拿这一只小昆虫来讲吧 这个 这个是 蜜蜂 对 蜜蜂 这是蜜蜂嘛 对不对 这个蜜蜂呢 你看 我们昆虫呢 一定会有 头 头 我们有头 这一个 头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一个呢 叫做胸 然后这一个呢 这一个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腹 这个头呢 通常都会有这个触角 有这一个触角的 可能有单言啊 或者副言啊 然后他要吃东西啊 都是在这个头的部分 然后呢 这个腹部呢 这个胸部呢 就有 一二三四五还有六 六只脚 一二三四五六 六只脚 然后呢 有八只呢 就不算 就不算了 昆虫呢 它都是六只脚 然后有一些呢 是有翅膀的 然后有一些是没有翅膀的 然后呢 最后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胸的 这一个部分呢 对不起 这个腹部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 五脏在里面 然后你看蜜蜂 它是有这一个 可以遮人的啊 可以遮人的 每次我们说被 被人 被蜜蜂叮了 对对对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记得哦 在家你们不要 不要这样子抓这一个 昆虫蜜蜂 尤其是蜜蜂 不要随便去抓这一些 小昆虫哦 是很危险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去伤害它的时候 糟糕了 它就会遮我们 这么呢 蜜蜂遮了我们过后 它就会死了 哦 那老师 蝴蝶呢 蝴蝶又是有什么样 特别的特征 就是有翅膀了 对对对对 这样子力挺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些 一些花嘛 对不对 花 这样子呢 像老师的这一个 是蜜蜂 我们就把这个蜜蜂的 那个字卡 连在那个花上面 可以吗 来老师就试这一个 第一个哦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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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我们把蜜蜂碾上来哦 蜜蜂也采花蜜 蜂蜂蜂蜂蜂 这样第二个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只脚 那么我们把蜜蜂的字卡 也粘上去好吗 好的 来蜜蜂的字卡 粘上去 哇蜜蜂的笔画好多哦 老师 对啊 蜜蜂的笔画好多 但是你看到它的步手 其实是虫质旁 虫质旁 对虫质旁 所以它一定是昆虫 对对 再来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一个 蝴蝶 很漂亮的蝴蝶 对好漂亮的蝴蝶哦 这一个蝴蝶 你看蝴蝶好漂亮 你看它也是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只脚蝴蝶 来我们看一下蝴蝶 这个呢是蝴蝶的字卡 蝴蝶 蝴蝶 也同样有虫作为它的步手 对对对 丽婷到你了 到我 我这边有一只 哇 这只好大的蚂蚁啊 蚂蚁 这是蚂蚁 这只蚂蚁什么颜色呀 这个算黑灰色吗 黑啊 黑色 黑蚂蚁 黑蚂蚁是比较大只的 对对对 然后你看它这那一个呢 它有一个蛮大的那个嘴巴 所以如果蛮大的嘴巴 所以它会咬人会特别痛的 会痛 好 有一些红蚂蚁在树下的 也是特别痛 也是咬人会痛 好 然后把蚂蚁的字卡也粘上去 来 蚂蚁粘上去 OK 蚂蚁 OK 再来就是到这一个啦 好可爱 这个很多卡通片里面都会有的 对对 这个是瓢蟲 好漂亮的瓢蟲哦 我们看一下瓢蟲 老师这个英文是不是叫Lady Bird 对对对 这个英文就叫Lady Bird 好多人都好喜欢哦 这一个瓢蟲 然后我们看瓢蟲也是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只脚 然后这个瓢蟲是有翅膀的 是有翅膀的啊 你看它会飞的哦 哦 那这个瓢蟲怎么写呢 瓢蟲在这里 瓢蟲 瓢蟲我们把它连上去哦 所以老师今天介绍了好几样的昆虫 对啊 你看一下这一个呢 我们叫做昆虫标本 标本呢 就是已经是是真的 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这个不是玩具 老师的这一个是玩具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然后呢 把它变成标本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种的昆虫 对吗 是 还有这个标本是蝴蝶的标本 对对 真正都是蝴蝶的标本 所以它们是真的蝴蝶 真的蝴蝶 但是后来它们死掉了 就变成标本了 把它收起来 收藏起来 对对对 就把它收藏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单单一种蝴蝶 都有好多好多 好多种的蝴蝶 你看 五颜六色 不同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又学到了一堂课 那就是昆虫了 大家都认识了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昆虫是动物界中最大的鱼缸 你们认识昆虫吗 很下雨了 蚂蚁赶正回家 下雨天了 有好多蚂蚁啊 你看 我喜欢蜇蜂 蜇蜇很趣 蜇蜇很较 蜇蜇会讲很多发味 孽姿喜欢新蜡 是瓢虫 瓢虫可以打亥虫 瓢虫特别di 这都是 electricity 然后是哈虫 这个是主 Unknown 这个是男猫 男猫很喜欢吃叶子 我喜欢蝴蝶 蝴蝶真美丽 哎呀 没得吃了 对啦 小朋友们 我们时常要把我们的食物盖好 不然的话苍蝇就会来了 所以我们要把食物盖好好 老师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苍蝇吗 对对对 丽婷我们今天要学的 就是有关害虫跟异虫的 这一个环节 丽婷你知道你现在拿的是什么吗 我拿的 现在的 这坏蛋的 它就要偷吃我们的食物 如果我们不小心吃到苍蝇粘过的食物 我们会拉肚子 那它应该是害虫吧 对对对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是老师做的一本安静书 这个安静书是有关异虫与害虫的 异虫与害虫 这样子呢老师就把它拆开放在桌面上 这样子丽婷你刚才手上那一个是什么呀 我的手上这两只是苍蝇 对苍蝇你觉得苍蝇是生长在哪一个地方的呢 苍蝇喜欢有食物的地方 然后很杂乱的地方 有很多味道的地方 对对香香的还是臭臭的呢 臭臭的 臭臭的 我们就把那个苍蝇连上去 OK 苍蝇来了 我们就把那个苍蝇的字也连上去好吗 好 苍蝇的字 苍蝇的银字也是有虫的哦 对我们把苍蝇 来我们读一次好吗 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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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刚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头上这一个 头上这一个 是什么呀 蝴蝶 蝴蝶 这样子老师就拿蝴蝶出来咯 这个蝴蝶呢是 应该生长在哪里呢 蝴蝶喜欢在哪里呢 有花的地方 对有花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 飞飞飞飞 我们把它脸上去了 蝴蝶脸上去了 蝴蝶采花蜜 对蝴蝶呢是很喜欢采花蜜的 它是非常取劳的 这蝴蝶的字就是 蝴蝶 我们把它脸上去哦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蝴蝶 那个有一个下水道啊 肮脏脏的 你觉得是什么 小昆虫会在那边呢 有一种小昆虫 我们每次叫它英文名 Lady Bird Lady Bird 是瓢虫吗老师 对对对 瓢虫 就是这一只 我有图片 但是蝴蝶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瓢虫的地方 我知道 老师讲的是下水道 下水道 我知道 就是蟑螂 对 蟑螂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小强 对 打不尺的蟑螂 小强就是它的生命力 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哦 老师把小强画得太可爱了 其实它很可恶 对对对 小强呢 蟑螂呢 除了会在下水道啊 臭臭的地方呢 它也会在我们的那个 它会咬我们的衣服啊 咬我们的裤子啊那些的 所以呢如果家里有一些食物 我们没有吃的话 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垃圾处理掉 不然的话呢 就会有那个蟑螂来 很快就来了 很容易滋生的 好的 蟑螂 老师是这样写对吧 对 蟑螂也是有好多个虫哦 好 好 再来 OK 老师的这个 小蜜蜂 小蜜蜂 这个蜜蜂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昆虫 为什么呢 我们都说小蜜蜂非常勤劳 所以我们要有它们那个精神 OK 来我们把这个小蜜蜂 小蜜蜂住的地方叫做蜂巢 这个蜂巢 蜜糖就在那一边 对 蜜蜂很会采花蜜 所以采了花蜜呢 我们把它弄一弄就变成蜜糖了 OK 还有一种昆虫 我们最讨厌的 就是它会咬人 对 什么啦 它是蚊子 赶快把它放下去 哎呀 叮到我了 我的手上红肿了 蚊子 对 蚊子 好 再来 我们就是这个非常群劳 很有合作精神的 这个蚂蚁 蚂蚁 我们就把这个蚂蚁 你看蚂蚁好小 但是它可以钢 很重很重的 它是大力士的 很有力的 虽然它的身体小 但是它一点都不小 力量可不小 力量大 给蚂蚁 好 老师 可是这么多昆虫 哪一种是害虫 哪一种是蚁虫呢 蚁虫就是好的虫对吧 对对对 害虫就是对我们造成危害的 不好的 不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们 这里的那个安静书呢 我们把它们看一下 哪个是蚁虫 哪个是害虫好吗 来 丽婷你看一下第一个 苍蝇 苍蝇肯定是害虫啦 因为它偷吃我们的食物 还让我们拉肚子 害虫 再来到我了 张老师 张老师现在拿的这个是蚁虫 老师说蜜蜂是蚁虫 因为它会采花蜜 给我们有食物 所以是好的 蚁虫 再来 蟑螂肯定也是害虫啦 老师 对 因为它臭臭的 而且很讨厌 蟑螂 是 把它丢掉 我不要见到蟑螂 把它冲到下水道去 丽婷你会怕蟑螂吗 还好 我会拿拖鞋 对 是一个采花蜜的 那个蝴蝶 蝴蝶呢 虽然是说它是蚁虫 但是呢 它小时候的时候呢 就是毛毛虫 毛毛虫是不好的 它会吃掉叶子 所以毛毛虫是不好的 可是长大了 蝴蝶就是蚁虫啦 我们把它弄上去 蚁虫 蚊子叮咬人 让人 这个皮肤红肿 肯定也是害虫啦 对 最后就是 非常勤劳 有合作精神 的这一个蚂蚁 我们要向它学习 要非常勤劳 就是它了 蚁虫 到了 OK 好 这就是老师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 蚁虫和蚁虫 我又上了一堂课啦 小朋友 你知道蚁虫 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吗 我不要为人类类类 我没有给它汁水 才会有个好的 不如人类类类类类类 接着布里面够 垃圾把垃圾丢去垃圾桶 不随意乱丢垃圾 保持干净 才能减少蟑螂之声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们教大家来认识昆虫 那不如呢 我们也来动手做昆虫 怎么做呢 用一个灯笼就可以了 请张晓燕老师来教我们吧 好 谢谢丽婷 这样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手工了 就是我们的昆虫 我们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 这一个灯笼来做昆虫 这样我们就做蜜蜂 蜜蜂的主题 蜜蜂 蜜蜂呢 昆虫通常我们就从头开始 头呢 它会有 触角 触角 老师就有这一个触角 当然这个是手工嘛 我们就 我就喜欢什么样的造型啊 什么样的颜色啊 都是自己的创意 自己的喜欢 所以呢 老师就把它触角 弄触角 是这样子 圆圆的触角 我们把这个圆圆的触角 粘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立体的这个触角 噔噔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也是可以的 可是为什么我粘不到的 OK可以 好老师继续 我努力 好 接下来 我们好触角好了 我们就用眼睛 眼睛 眼睛 哎呀 眼睛 眼睛先有黑眼球 对对对 先有黑眼球 才有白眼球 我没有黑眼球 好没关系 老师先做 我再学 OK先有黑眼球 这样子老师没有白眼球 老师拿你的 好的好的 它还有哪里 还有黑眼球 对好可爱哦 嗯 白眼球 你要怎么样放都可以哦 我们可以给它上 也可以下 也可以 好的 然后好了呢 我们就有蝴蝶的身体 它是有好像条纹 一条一条的嘛 对不对 蜴蜂的身体啊 是 一条 所以要把它的纹路给做起来 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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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蜜蜂 小蜜蜂 飞到西来 飞到冬 冬变化而开 给 然后呢 然后呢 老师吧 嘴巴 嘴巴 老师的蜜蜂 有嘴巴哦 OK 莉婷你的有腮红吗 腮红 好像有了 腮红腮红在这里 没关系 莉婷你先做嘴巴 我做嘴巴 我把嘴巴贴上去 一个微笑的嘴巴 克克 莉婷的有这个腮红 来 老师给你这个腮红 好的 我的嘴巴歪歪了 没事 我们做手工就是我们做 我们自己想喜欢什么做 都可以 没事 来 腮红 鼻鼻 鼻鼻的好可爱哦 有腮红哦 好 有腮红 他很害羞 对对 张老师的一点都不害羞 这是 这是鼻子还是嘴巴 嘴巴 嘴巴 可是怎么好像鼻子啊 你要把它当成鼻子也行啊 好的 还有 这青色的是什么老师 老师 弄一个青色的翅膀 翅膀 对对 那翅膀应该怎么贴呢 两个黏在一起 两个黏在一起 你想怎么贴就怎么贴 都可以 OK 好像刚才我们贴触续 触角的时候那种吗 对对对 看老师怎么弄 两个两个黏在一起 先黏他的头 把它黏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把它 这样子弄在一起 OK 谁叫孩子读书不拥工 不是昆虫是小动物 对对对 可以讲要贴哪里都行吗 都行 对哦 因为这是手工嘛 手工就是 可以发挥创意 发挥你的创意 你想怎么怎么弄就怎么弄 一不一样都不用紧 一二三四五六 随便贴 随便贴 没事 来看老师的 老师的比较漂亮 我们都是一起 做手工最开心嘛 你听我 也对也对 老师跟丽婷 不停的在笑 一边做一边笑 发挥创意 有两只脚黏在一起了 好的 那还有什么呢 蜜蜂的脚也贴了 就没有了 就完成了 这是我的蜜蜂 蜜蜂 那你的蜜蜂是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动手自己做 我们可以加上这一个 灯笼嘛 一定要提上来的哦 这只可以把它扣上去 对不对 灯笼 我们可以把这个灯笼 灯笼下面我们放了一个灯 灯 有精修 所以中秋节的时候呢 可以提着你自制的蜜蜂灯笼 去上街 对啦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上街啦 好 那老师今天教这个昆虫这堂课 其实要教我们学会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懂得 第一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认识那些昆虫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呀 蝴蝶 蜜蜂 蜜蜂 梗蜆 蚝蚓 蚝蚨 蚝蚝蚨蚁蚁蛚蛰虫 还有呢 蚊子 蚊子 蚊蚊蚁 蚊蚁 dropdown 蚊蚁 蚂蚁 蚊蚁 蚊蚊蚁啊 蚊子啦 如果是黑斑纹的话 我们要把积水全部弄干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的花盆啊 有没有积水啊这一些 所以一定要检查积水 那这样子我们如何防止那个蟑螂呢 垃圾应该怎么样 吃完了食物应该怎么样呢 吃完了食物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很好的放在垃圾袋里头 然后把它竖起来 丢到垃圾桶里头 然后盖起来 对对对 保持卫生 对保持卫生 吃完了桌面 小朋友们记得桌面也要擦一擦 检查一下桌子上 桌子下 有没有弄干净 有没有食物的残渣 因为食物发酵后 蟑螂最喜欢了 所以一定要保持干净 这样子苍蝇呢 苍蝇的话我们就是 同样食物要盖起来 对对对 今天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了 我们好好的了解了昆虫了 下一次再见咯 谢谢张晓岚老师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